《十二花籃杯》 我想《十二花籃杯》 第一个给我的感觉很强烈的 当然是艺术的草藝 在十二个月有不同的花和一首诗 在那个杯上 那个杯给我的感觉 它其实也是一个圆的茶杯 很像中国人的一种 阴阳的圆的感觉 这种小一只杯 她畫那堆花,但又可以有那堆花的尾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剪片時的感覺 很想將這種帶自然身心不適 人和自然的和諧共處的那種感覺 想帶出來 我們這次請了小武者 一起來回應十二花人盃 回應她的方式就是 我想用小朋友的那種想像 就用了小朋友的舞蹈去表達 希望他們再找回那種自然的 無拘無束的感覺 在小朋友的舞蹈裡面 她的身體有一種最直接 最單純的能量 有時反而是成人的舞者 可能會沒有的 我覺得那種的美 其實跟十二花人盃裡面的美 有一種共通點在這裡 我們開始的時候 跟她們先做一些身體的練習 然後其實我們是有介紹那件剪片 給她看的 很小的時候很精緻 很漂亮 因為我們要集合很久的時間 才可以集齊這十二個杯 所以就應該是很難得 怎樣用十二花神盃 這個藝術作品 去跳一種舞 所以覺得很有興趣 所以就參加了 另外就是我們找了一個 小種子生長的一些影片 給她們聯想 問她們如果你是一朵花 或者是一棵植物 你會怎樣生長 我們每個人都不同 每一朵花是一樣的 就會用這個方法 希望她們去想想 去思考 去想 去感受 在一個什麼環境的地方生長 會變成一朵什麼花 然後她們自己用她們的身體 去回應 去反映一些音樂的感覺 她們給了一些動作之後 那一篇舞就將它組合成一些 舞蹈的動作 排這段舞出來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排 一些圓形的模式 一種很流動的畫面 那種聚和合的感覺 所以會看到 在很多時候看到小朋友 那個圓圈的聚在一起 再打開 好像一個呼吸 但是同時 其實是一種圓 一種流動的氣 一直在不停地運轉 一直在我們的生活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一直延續下去 我會看到小朋友 有些時候是由意義或意念 出現的動作 有些時候我有一個動作 可以賦予觀賞者 甚至賦予表演者 如何去閱讀動作 那這個在所謂的藝術的一個技術層面上 我想对我们来说 都是很希望他们明白 其实做一件艺术品 无论是一个展品 是一个表演 其实他要花很长的功夫和时间 而这个时间的累积 到最后出来的作品的生命 其实是很特别的 原来有些东西是慢慢一点一点的 小的小朋友看大的哥哥、姐姐跳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刺激 大的哥哥、姐姐看到小朋友在的时候 他又会有一种回应 整个过程 对他们来说是经验一种 一起集体去完成一件事的感受 看舞蹈有些时候 都是一种很感性的接触 来到的时候可以一起和我们呼吸 放慢了那种呼吸的速度 听一下空气的声音 观赏一下这些人的身体 在你面前的那种流动 这是一个在现在社会 我觉得能够来到一个所谓的艺术馆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种最根本 最简单、最纯粹人和人的交流和接触 像我所谓的那种 是一个人的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